大家好,我是Honey的 久等了各位 我跟MOBO的聯名終於要在10月4號 不管是在網站或實體店面上架了 超級開心、超級期待、超級興奮的 從今年的暑假開始 我就跟MOBO非常的密切不斷在開會 當然不免所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到底跟MOBO一起設計了哪一些衣服呢? 當然是我身上現在穿的這一件啦 我的西裝外套、粉紅色西裝外套 還有裡頭這件T恤呢 都是我跟MOBO一起設計的 那我有這樣的想法呢 是因為去年在韓國遊學的期間 大概有一年的時間吧 雖然我回台灣 但是我陸續每個月我都還是會回去韓國 所以呢 算是跟韓國有非常密切的親密關係 其實我在路上就很常看到 韓國女生們一到了秋天的時候 幾乎身上就一定會P一件西裝外套 而且呢是那種各式各樣不同顏色都有哦 而且也有那種格紋的啊 然後也有那種單色素面的 那有一些韓國女生他們呢 可能會搭配套裝來一起穿 可能上半身我是穿粉紅色 下半身我也會穿粉紅色的西裝褲 那有一些韓國女生他們是上半身穿西裝外套 但是裡頭呢是加一件洋裝 體的感覺就是非常的俐落 所以那時候呢就深深的著迷韓國的西裝外套 西裝外套大概至少20件以上 很多圓仔可能都會問我說 阿圓你的西裝外套在哪裡買的啊 台灣是不是也可以買得到像韓國這種 版型這麼俐落的西裝外套呢 既然大家都這麼喜歡的話 我不乾脆就自己設計一款 阿圓的西裝外套讓大家來穿呢 是吧 所以呢這一次呢 我一共設計了三個顏色 粉紅色 黑色 還有奶茶色 三個顏色我覺得可以針對不同人的個性啊 還有穿搭的風格來決定你們想要的顏色 那我覺得韓國的穿搭元素呢 有兩大重點 第一就是一定要夠俐落 第二呢是顏色不能夠超過三個顏色 第一款呢我會設計黑色呢 是因為我覺得 黑色其實就是一件非常百搭 我覺得人人都可以穿的一款西裝外套 人人都可以駕馭他 要上班想要穿啊 或者是你知道大學生 大家應該每學生都有Presentation吧 這時候呢 你的教授可能就會跟你說 今天要穿西裝外套來做報告 我那時候呢 最崩潰的是 我根本找不到一件我覺得好看 而且又可以久穿的西裝外套 那時候我媽就帶我去買那種 非常正式的西裝外套 我平常根本沒有辦法拿來穿搭 所以那件就是之後 完全的被我封印在 我台南老家的衣櫥裡面 再也沒有拿出來過了 第一它有鬼 然後第二它又沒有辦法實穿 我覺得太浪費錢了 所以呢各位大學生們 如果你們呢 現在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告訴你們Presentation之前呢 先去Mobo下單 這一款黑色西裝外套 你絕對不會後悔 而且還有套裝喔 就是我是有設計褲子的 褲子的部分呢 我也是設計那種有點像 微喇叭的那種褲子 穿起來呢腿可以非常的修飾 再來呢第二款 奶茶色 奶茶色呢 我覺得完全是一款 早秋必備的顏色 我上個月去韓國的時候發現 喔 幸好有跟在時尚的尖端 他們今年還是非常的流行奶茶色的 嚇爆我嚇爆我 秋天一定要擁有一件這種 奶茶色啊 咖啡色啊 巧克力色啊 這種顏色真的是秋天非常的適合 就是那種微微楓葉的感覺 100分perfect好不好 再來你們一定會想說 那阿遠你幹嘛設計一款粉紅色 粉紅色就很不好搭 韓國女生 他們真的超級敢搭顏色 他們敢搭那種非常跳的顏色 包含我的好朋友蔡英也是 為什麼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可以買一款粉紅色西裝外套 它其實可以搭起來非常的美 然後我覺得呢 像這種這麼跳的顏色 大部分我們可能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不適合自己 沒有辦法駕馭 但大家錯了 粉紅色可以看起來非常的顯白 而且粉紅色裡頭呢 你不管是搭深色或搭淺色的都可以 次呢頂頭就是硬要搭一件黑色的 我就是要穿起來很帥性 很俐落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粉紅色是大家 完全可以嘗試看看 在穿搭這部分啦 我覺得台灣還是比較保守一點 會擔心說有一些顏色太挑的話 自己駕馭不來 但是如果你們想要挑的話 我非常的推薦粉紅色 而且呢我其實這一次呢 蠻有趣的是 我在跟MOBO討論我這一次的聯名款的時候 原本我只有 單純只有考慮到我要設計西裝外套 還有西裝褲的部分 欸西裝褲我也覺得很好看耶 它其實沒有到非常的厚 所以我覺得它很適合台灣的天氣 雖然現在天氣涼涼的沒有錯 但是呢算一下 我覺得起碼到12月之前呢 這一款褲子應該都還是可以穿的 因為台灣就是雖然會冷 但是你知道有的時候是悶的 跟MOBO開會其實我們花了非常多時間 因為我就是一個 不安排比出牌 有的時候就突然丟出一個新想法 會讓大家就是覺得 噢 所以現在要做做一件事情了嗎 我認真覺得這一次的衣服還蠻好看 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實都可以穿 特別是咖啡色跟黑色 因為這個我是不知道啦 沒有你如果是比較瘦一點的 就是那種就是可能比較纖細 比較瘦一點的男生 完全是可以穿的 對又剛好圓仔們很多男生 其實都是那種很瘦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橫紅色 跟這個奶茶色 真心好看 就是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台灣比較少出現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一個 拿出來會覺得很驕傲的一個聯名商品 因為我不想要單純就只是做一個 人人就是看到都覺得惡話不說 立刻把它買單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沒有意義啊 希望你們可以找到一個新的風格 而不是說我們永遠都是走一個 同一個套路 我覺得這樣不有趣 而且這次的那個宣傳照 形象照拍得很好看 你跟Gini拍 你記不記得發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什麼事 你就在捷運上問我說 欸 米露你覺得這個形象照拍得怎麼樣 嗯 我覺得拍得很好 可是有點拍得太好 就是說我覺得那個拍得太美 這個衣服 因為你設計的衣服太好 和它無違和融入其中 這應該是要有出單曲的封面吧 一開始MOBO找我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太怕 因為MOBO其實是一個非常清新 甜美可愛的路線 在我眼裡他們是比較日系一點的 那我覺得我比較偏韓系啦 就是雖然有些人說我要韓不韓 但我比較偏韓 我自己個人覺得我比較偏韓系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們討論說 但我比較 我比較喜歡韓系的感覺 那我如果要跟你們 就是有聯名的合作的話 是不是我也可以出一些比較韓系的東西 拍形象照的時候 就是也可以有些比較韓系的元素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形象照 要以一個就是有點螢光螢光 昏昏暗暗的感覺 來拍攝 因為我腦海裡頭就是浮現的就是 比方像請下滑沙 那一類就是非常有個性的韓國女星 對就是他們會拍出來的形象照 可能就是非常帥的 幹嘛? 沒事 掰掰 然後後來就是拍出來的感覺 我就覺得 哇塞 我超喜歡 因為這次跳脫原本就是我對Mobo的印象 然後我覺得我也非常開心 就是他們可以放手 讓我覺得 我剛剛 我跟妳說的放手 我要 再 其實我不會唱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是喜歡五六 這不是重點啦 等一下啦 一直很離題 我後來就跟Mobo說 那我這一次我想要多設計一款T-Shirt 可不可以 後來他們就是也直接跟我說 好 就是聽到他們人也太好了吧 因為我想說我設計一件T-Shirt 是為了讓 原仔或各位網友們 在買西裝外套的時候 不需要擔心說 那我裡頭要穿什麼衣服 這Logo呢 我覺得很可愛的是 我都設計了三個顏色 黑色 白色 還有 奶茶色 這個Logo呢 其實呢 我也是硬要啦 就是很故意想要找一個很漂亮的顏色 因為我希望 它可以看起來就是有一種 有點酷炫的感覺 所以我就硬找一個很漂亮的顏色 那我自己個人最愛的其實是黑色 有點像是 潮梯的感覺 因為我在韓國其實就是 我有關注蠻多潮牌的 然後我覺得韓國的潮牌 雖然你不一定知道它的牌子是什麼牌子 但是你就會覺得 哇塞 好帥 我就是想要有那種感覺 你看你去買一件潮梯的話 擔一件就可能要幾千塊 但是買這一件的話一千不到 我覺得還蠻 推薦大家給他 好啦 就算今天買這個T-shirt的話 看你想要怎麼搭要怎麼搭 你上面搭一件牛仔褲 搭一件就是黑褲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T-shirt就是個非常百搭的東西 然後其實我一看真的沒有想要做T-shirt 我單純就只是後來想說 擔心原仔們或網友 買了西裝外套西裝褲 但不知道裡頭怎麼搭 所以我就是 後來就是又多做了一件T-shirt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T-shirt我自己也覺得蠻好看 然後它上面的名稱呢是 大家可能會覺得T-shirt非常的熟悉 沒有錯 它就是我的Instagram的帳號 Nana Chow Chow後面的Chow Chow 但是我把Nana給拿掉 不然的話 我這樣穿這件衣服 走在路上跟大家說 欸要不要加一下我的Instagram 這樣是不是很好笑嗎 我全部大家所有人 大家都是穿著一件Nana Chow Chow 然後出去就說 欸這是阿遠的Instagram帳號 大家可以加一下 我覺得太荒謬了 所以呢我後來就 也不是這樣想 反正我本來就沒有想說 要打Nana Chow Chow 我本來就很喜歡Chow Chow這兩個字 反正Chow呢是 義大利文的嗨跟嗨的意思 我從大學開始吧 就開始用了 Instagram的帳號 就開始用Nana Chow Chow 一直用到現在 我覺得它對我意義非凡 然後我覺得 會用Chow的另外一個原因呢 也是 就是初次跟大家說聲嗨的感覺 自己講的都覺得很有意義 我本來就只是覺得Chow很酷 然後我希望可以讓大家 就是也一起認識這個單子 那T恤的部分呢 我自己個人呢 因為不喜歡磅數太高的T恤 因為我自己本身肩膀比較寬 那我覺得如果上圍是比較壯一點的女生 或者是胸型比較大一點的女生 穿磅數高一點的T恤 容易會讓整個人看起來好像比較壯的感覺 所以呢我就挑了一個 磅數比較低 但是穿起來一樣非常舒服的材質 在我還沒有去韓國遊學之前啊 我覺得我自己的穿搭風格是非常受限的 好像只能夠穿這種風格的衣服 我沒有辦法去做一個跳脫 我覺得我並不是被別人給受限喔 我是完全的被自己給受限 看到一些比較有特色的衣服 我就會自然而然往後退個三步 我就會覺得不行 那個不適合我 但是我自從去了韓國之後 我發現我一直在受限我自己的想像 因為其實我是可以 嘗試穿那一些我原本自己覺得 自己沒有辦法駕馭的衣服 那我覺得我們常常就是都會覺得說 自己好像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我沒有辦法我做不到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會局限自己的想像 後來我們就什麼都沒有去嘗試 或者是我們很常會在意別人的想法啊 或者可能你的朋友 你的姐妹 你的同學跟你說 欸阿圓我覺得你不適合穿這個 你不要穿好了 我覺得你比較適合穿那個 而久之你看到這個東西你就會覺得說 好我不適合他 我要去挑一個比較適合我的 但我覺得這樣子不對 這樣子你永遠都沒有辦法去找到一個 你自己的新的風格 我會設計西裝外套 其實有另外一點是 收過一些訊息是 有一些圓仔們 他們是很想要穿西裝外套想嘗試的 但他們都一直覺得自己的年齡 或自己的風格是不是不適合 我就會覺得太可惜了 就是怎麼會局限自己的想法呢 如果沒有去嘗試的話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啊 那也許你嘗試之後你會發現 哇原來我有多一個風格 原來我可以這樣子穿 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希望接下來呢 就是在大家的眼裡 它不僅僅就只是一塊上班族 可以穿的衣服 它同時呢也是大學生們 或者是一般的學生 甚至是你約會的時候 你跟姐妹聚會的時候 你都可以很俐落的把它穿在身上 它可以變成是一種時尚的穿搭 好講了這麼多 不曉得你們想要挑哪一件呢 要挑哪一件的話呢 就在留言板留言跟我說 或者是呢 你們想要跟阿元一起有一款 同色系的姐妹妝 也歡迎你們趕快去下單哦 希望呢我們可以在路上 遇到彼此的時候 我們都是穿著同一款西裝外套的 這樣子我覺得很可愛 好就這樣子 那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然後呢 詳細的資訊我會把它放在資訊欄 那包含就是Mobo的一些詳細資訊 我都會一起放在資訊欄 所以你們可以點開來看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吧 安妞